你知道新疆最大的湖泊是哪个湖吗? 说到我国最大的淡水湖,首先我们想到的就是泼洋湖 可泼洋湖是个外流湖,最终是会要通过长江流入大海 而今天我们要说的波斯腾湖不仅是新疆第一大湖 同样也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淡水吞吐湖 波斯腾湖位于新疆巴州,维吾尔语是绿洲的意思 处在天山东部一个山间断下的盆地之内 在波斯腾湖的周边分别有阿拉沟山、霍拉山以及库鲁克塔格山 而中间的烟旗盆地则是因为烟旗县而得名 盆地东西长于170公里,南北宽约80公里 总面积高达1.3万平方公里 整体地势上由西北向东南倾斜 盆地的边缘海拔约在1200米左右 最低处的波斯腾湖,湖面海拔则有约1047米 波斯腾湖又名巴格拉什湖,湖区范围基本都在波湖县境内 约占全县面积的将近一半 波湖县因波斯腾湖而得名 也可以说是波斯腾湖的存在才有了今天的波湖县 波斯腾湖东西长远55公里 南北宽约25公里 平均深度9米左右 水域面积达到了1646平方公里 是由天山冰雪以及雨季降水形成的一个内陆淡水湖 波斯腾湖既然是一个淡水湖 那么吞吐湖又是什么意思呢 波斯腾湖的上游主要由开都河以及其他一些短小河流组成 这些水源几乎都是来自山上的溶雪 而且在开都河上游的大小游乐都市盆地 本身就是两个雪山环绕的山间盆地 所以无数条支流从山坡上流下来 形成了具有天然优势的聚水区 那这也就是巴音布鲁克草原风景优美的关键原因 于是从整个波斯腾湖水系来看 开都河已就成为了补给最大常年游水的主要河流 并且在盆地内因为水源的流津 还开发出了大片的农业绿洲 波斯腾湖的下游是我故无一一条没有滞留的河流 孔雀河 孔雀河源头来自波斯腾湖 河水从湖西部溢出 穿过铁门关峡谷之后 金库尔勒流向最终的罗布泊 不过如今的孔雀河因为日益缺水 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汇入了塔利木河 注入大西海子水库 所以我们上面提到的吞吐湖 指的就是波斯腾湖 既有接纳上游的进水口 又有孔雀河外流的出水口 然而近年来随着用水的增加 开都河的补给已经逐渐满足不了波斯腾湖的水位 而且面积有原先的1000多平方公里 萎缩到现在的800多平方公里 于是我们看到的开都河下游有两条河道 左边的这条河道其实原先也是注入湖中 但现在的这片地区却成为了芦苇荡漾的湿地 当然真正的湖区依然有河道与孔雀河连通 毕竟在塔利木河下游干旱的时候 还需要波斯腾湖开闸放水 补给更加缺水的台特马湖 中榜